范冰冰弟弟范城城终于出道了,日前范城城和其余八位成员一起现身机场,引起不小的轰动,被全民制作人选出来的偶像果然很火,现在各种广告资源,真是接到手软了。 日前网上传出消息,偶像练习声出道的部分成员,会加盟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奔跑吧,其中就有大黑牛李晨的小舅子范城城,4月17日,泡男兄弟团在太原举行发布会,兄弟团成员纷纷现身欢乐不断。 期间当黑牛李晨被追问范城城将要同台的事情,李晨先是表示每期嘉宾和来的时间自己不太清楚,之后开玩笑称,我也不是他范城城经纪人啊。 随后跑男团成员开始起哄,追问,如果范城城来的话,李晨会不会撕他的名牌? 没想到准解傅李晨却担心自己被范城城首撕。 网友分本小说李晨,就范城城那小,身板,关键是你敢不敢撕,没想到大黑牛李晨不怕强劲的对手,最怕的是范城城啊。 网友笑说,一句话暴露了未来的家庭地位,范冰冰克是名副其实的宠地狂魔,准解傅李晨对可爱的范城城也只有宠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